防枣主要是防枣 您这个防枣确实是太多了 我先跟您说一下 防枣您这个数量有点多 一天一万五千多次 这样的话其实单准防枣 就引起您一些心慌不舒服 这还是小问题 主要的问题是怕您防枣越来越多以后 出现比如防颤啊 防扑啊这些 防枣是哪来的呢 是咱们新房不该跳的地方乱跳 这个是可能比较担心的问题 中一角度来讲 我刚才从您的脉 我再看看您的舌头 舌头来讲这个年纪 其实就是一个欺人两须 心肾两脏欺人两须 导致的这种心悸心慌不适 咱们一般用一个经典的方子 枝干草汤之一 调了一段时间 因为您发现还比较早 但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枣博啊 所有的心理市场 它都不是说像一条线 永远都不变 可能今天多点 明天少点 您自己还得总结一下规律 嗯 下次来说告我说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